吉宁路出土了当时整个帝国几乎所有摇戏的磁器 是什么原因让当时的人们如此大费周章地把磁器运到这里 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草原巡谷之消失的吉宁路下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02年夏天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查布市郊 一位村民像往常一样牵着耕牛老作 耕牛无意间踩到一块石板 没有人会想到 这次无意的踩踏 竟让一个完整的教堂惊陷人间 考古人员文讯赶在现场 在陶翁中提取出铜镜 龙泉窑高足碗等精美的器具和用品 耕牛踩踏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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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些器物里,人们陆续发现了大量精美的瓷器和数量晶圆的钱币。 考古人员将遗址中的文物一一清理出来,数不清的瓷片,颜色各异,光泽夺目。 军窑大瓷盘,龙泉窑青柚花口盘,暖白柚瓷碗。 令人惊叹的是,在吉宁路古城遗址中发掘出的瓷器,竟然包含了八大窑系瓷器的种类特征。 四周窑的瓷器的瓷器,在吉宁路古城发现的是最多。 那么同时,我们还发现了从浙江输入来的龙泉窑的瓷器。 那么这个龙泉窑的瓷器,在吉宁路古城,我们也发现了很多。 你比如说我们发现的龙泉窑的双鱼盘,还有荷叶形的盖罐,还有龙泉窑的瓷瓷。 这些龙泉窑的瓷器都非常精美。 那么据我们的初步研究,这些龙泉窑的瓷器来源于浙江,很多,北窑,还有其他的附属的窑口。 那么除了龙泉窑的瓷器,我们还发现了景德镇窑西的瓷器。 景德镇的瓷器,这些瓷器呢,工艺的非常精湛。 主要以卵白柚和青白柚为主,你像那些卵白柚就是印花盘,印花碗,青白柚的那些个花哈碗之类的东西,也是非常精美。 正是在那个南方景的任地区呢,这样大量的精美的器物,反而并不多见。 这也是个非常值得耐人寻味的一个事情。 这件幼里红瓷瓷是吉宁路古城遗址窑中的精品。 幼里红的橙色剂是氧化铜,极易挥发。 而烧制幼里红瓷器却要求有较高的温度。 因此,烧制成功一件幼里红瓷十分不易。 流传至今的元代幼里红瓷器极其稀少。 这件幼里红瓷瓷是难得一见的真瓶。 历史上,幼里红瓷瓷的烧制在江西的景德镇。 距离吉宁路有1600多千米的距离。 而在吉宁路古城遗址发现的瓷器,最远的来自福建的建窑,距离超过了2300千米。 它是以草运还有海运为主。 到了大都往草原地区传输,它基本还是靠的是陆路运输。 陆路运输它主要是靠车马运输。 车马运输像瓷器本身就是一个易水平。 它长途运输的话确实是不太方便。 很多时候还有一匹瓷器从南方运到北方,或者运到末北。 它要经历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 中原地区的八大瓷器窑口都和吉宁相距甚远。 即使元代的交通比之前朝更加便利, 但要把瓷器一路运来,花费的成本依旧非常至高。 而沿途的颠簸也大大提高了瓷器的破损率。 是什么原因让当时的人们如此大费周章地把瓷器运到这里? 在吉宁路古城移植两万两千多平方米的考古发掘范围内, 伴随着教藏瓷器还出土了四万多枚钱币。 这些铜钱有的原封不动放在皮质的钱包中, 有的完完整整放在陶罐之中。 皮囊做得很大,里边放的是铜钱。 还有的铜钱是完完整整被放在用陶器做的陶罐, 或者用瓷器做的瓷瓮当中。 一问一问地我们在发现这些铜钱。 在元代,通行的货币是纸钞。 可在吉宁路古城遗址中并没能发现一张元代纸钞。 我们盘点这些铜钱, 其实是发现最多的就是大关通宝、崇宁通宝, 还有宋朝的钱、金朝的钱。 甚至是还有汉朝的武朱钱。 仔细辨认钱币上的文字, 上面刻印着黄宋通宝、祥福通宝、 治和元宝、端庭通宝、大关通宝。 考古人员甚至还发现了金代的大定通宝和五代时期的糖果通宝。 令人疑惑的是, 在发掘出的钱币之中并没有发现元代的货币。 元代通行的货币是纸钞。 可在吉宁路古城遗址中并没有纸钞的出土。 元朝的对外贸易, 它一般是用铜来做保值货币来进行交换, 而不是用纸币。 等待见。 Whew。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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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重要的是 吉宁路古城出土的瓷器 不管是文史图案还是烧制的工艺水平 都远远高于外销瓷 那么 这些埋藏于吉宁路地面之下的瓷器 它们的主人究竟是谁 那些大量用于对外贸易的铜钱 又曾经交易着怎样的商品 考古发掘 考古发掘揭露出了吉宁路古城的秘密 这是一座规划建制和基础设施都相当完备的城市 城内道路六宋七横 城北有九大街区属于关崖区 城南有二十二小街区 是居民区或手工业作坊区 依据原始的记载 元代路一级的城市至少有三万以上人口 而吉宁路的规划显示 这里的居民人数也许超过了五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吉宁路这样以贸易为中心的城市大量存在 居民和商人们自用的瓷器一定不在少数 考古发现也印证了这样的推测 吉宁路出土的瓷器 大半以上都有使用的痕迹 但是同样在吉宁路古城遗址 人们还发现了一些非同寻常的瓷器 珍藏在内蒙古自治区考古所库房中的这件 油滴斩出土于吉宁路 它来自于福建建阳 即便器物残破的只剩一半 但是黑色右面上的油滴依旧光彩夺目 在今天看来 这件器物无疑是油滴斩中的精品 史书中曾记载 要便班建斩乃无上神品值万匹卷 油滴班建斩是第二重宝值五千匹卷 兔豪斩值三千匹卷 吉宁路出土的剑瑶游滴斩 一直以来都是价值连城的珍贵宝藏 如此价值连城的瓷器 显然不是普通平民所能承受 那么这些昂贵瓷器的主人会是谁呢 人们将目光投向这片土地曾经的居住者汪谷部族 这是一个与成吉斯凡 黄金家族世代年因的显赫部族 在那个时候汪谷部还掌管着吉宁路的税收 也许这正是汪谷部贵族曾经拥有的一件奢侈品 随着考古发掘的持续深入 一组高族碑的出现 再次让人们感到震惊 在吉宁路古城也是这次考古发现的一个亮点 我们在一个四周窑的统形罐当中 疑似发现六件清花高族碑 这六件清花高族碑有三件是禅之花卉文的 其中有两件是龙凤文的 清花高族碑是清花瓷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代表 那么我们疑似在这个统形罐当中发现了六件 高族碑的胎体极薄 幼稚均匀 龙身饱满灵动 大气浑成 仔细观察 这只游在高族碑表面的龙有三爪 在元代 对龙文爪树的使用确立了严格的等级规定 三爪龙文的使用者 必然是统治阶层成员 从这一点分析 这一组高族碑的主人应该是当时的贵族 这么高族碑 对等级交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自于内地和朝鲜半岛的瓷器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吉宁路 七百多年前 这里是广袤草原上的一座贸易疏命之城 无数的商品和财富从这里被送往远方 2002年 一次意外的发现 人们在内蒙古吉宁路古城遗址发现了大量精美的瓷器 在这些瓷器的背后 考古队员寻找着历史的细节 绘制龙文的原青花将瓷器的主人指向草原上的统治阶层 价值连城的游堤展 他们的主人是否来自富足的湾古部 还有一些瓷器竟然来自朝鲜半岛 他们与传统八大摇系的瓷器一同汇聚在这座名叫吉宁路的古城中 而古城中出土的那些普通的瓷器 无疑是这座古城百姓的家用日常 他们的背后又隐藏着一段怎样的历史沧桑 2015年 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吉宁路古城遗址中 清理出一面结实的墙体 这些看似平常的墙体砖块 立即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注意 他们的用途很可能跟吉宁路古城遗址出土的瓷器 关系密切 引发了人们极大的猜想 新发现的墙体遗迹由整齐划一的砖块细成 这些砖块看似普通 砖体却皆是异常 李平是内蒙古自治区矿土土质改性 及综合利用重点实验室主任 曾多次主持对吉宁路遗址出土瓷器 进行的大分子实验 每一次的考古发掘 李平都时刻关注着现场工地的进展 我们当时回去也做了实验 烧了以后也是不变小 几千度烧了不变小 什么样的砖需要经历1500摄氏度高温 此前考古发掘清理出来的吉宁路城址中的建筑物 大多是民居和市寺 这些建筑同样需要以砖气墙 但是这些砖块并不需要耐受1500摄氏度高温 那么这些奇特的砖块所构成的墙体究竟是一处怎样的建筑呢 它为什么要使用要求如此特殊的材料 那假设打铁我制铁器 它制铁器用不着 铁器不需要这么高 铁器支撑它的东西还不够 打铁器或者是打其他的东西的时候 它可能需要铁器给它支撑 不需要砖头给它支撑 所以一般来说呢 这个气场这个窑的话呢 尤其耐高温的 就是给烧制瓷器来用 瓷器 是土和火的艺术 瓷器的制造需要极高的温度 这对窑口砖墙的耐热性提出极高的要求 考古工作者得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断 出土特殊砖块的地方 很可能就是一个窑纸 并且规模不小 接下来 考古发掘证实了这个推断 保存完整的也特别多 保存完整出来的还挺崭新的 可能就说这块呢 根本就不再说是名用 可能就是在烧制 这可能这是发泄的其中一部分 在此之前 人们普遍认为 像吉宁路这样的北方草原贸易城市 应该以商品的流通为主 在这里发现烧制瓷器的窑纸 是一项重大的考古发现 甚至会改写人们对这座古城的认知 然而 仅凭一面高温砖墙 并不能充分证明吉宁路生产瓷器的结论 要在本地烧制出相应的瓷器 在附近就应该有成分相似的 优良瓷土矿和高陵土 吉宁路汇集着传统八大窑口 和来自朝鲜半岛的瓷器 在古城之中 考古人员又意外地发现了一处 能够经历一千五百摄氏度高温的砖墙 在其他遗址的考古发掘中 均没有发现类似的奇特现象 考古工作者得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断 出土特殊砖块的地方 很可能就是一个规模不小的窑纸 如果要进一步证实这个推测 人们就必须在吉宁路古城遗址附近 找到优良的瓷土矿和高陵土 坚信吉宁本地就能生产瓷器的 李平 王勇和新洪亮等人 几乎走遍了整个乌兰查布地区的每一座山林 去寻找能给吉宁路瑶址提供瓷土矿的山脉 查哈尔又以后期乌兰哈达苏木境内的一片火山群 分布范围达四百平方千米 是国内外罕见的大陆猎系式火山群 在其中蕴藏有玄武岩 火山渣 玛瑙 碧玉等矿物质 无论在古代还是今天 这些矿物质都是用来做瓷器诱料的矿石原料 经过实地考察 人们又发现了这些白色的块状物 用手稍微碾压 便生出亮白而细腻有光泽的柔软矿物 触摸到这种物质 李平和星红亮立即兴奋起来 这些物质就是他们梦寐以求的高龄土 某独有一个某独箱有很多的窑口 金口 但是我被那么多好的这种高龄土啊 很多很多震撼了 我没有想到我们当地有那么好的土 而且的土质非常好 我们很兴奋 乌兰茶部的某都乡拥有瓷土矿 吉宁路古城中发现了疑似窑纸的建筑 这一切让吉宁路生产瓷器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李平和王勇 星红亮把吉宁路出土的碎瓷片 和当地产出的瓷土矿送到大分子实验室 进行了化学成分分析以及酸碱实验分析 我们对开采出来的土进行酸碱处理 处理的目的主要是看它能不能用在陶瓷这方面 如果说这个土前期它既耐酸也耐解 它后期的话就可能我们分析起来也比较方便 它就潜在它用性的前两步非常关键的 把这两步如果说排除了以后 它脑耐酸脑耐解 那就可以用在陶瓷这方面 实验分析结果表明 当地采集的瓷土矿成分 与吉宁瓷古城遗址出土的部分瓷器碎片的成分相差不远 经过适当的配比加入合适的原料 理论上今天依然能配置出烧制吉宁瓷出土瓷器所需的瓷土 只是吉宁瓷烧制出来的瓷器在品质上依然无法媲美传统的八大瓷器窑口 也许这些本地烧制的瓷器才是吉宁瓷古城中普通居民的日常使用器具 那些来自南方的精力瓷器只是属于富有的商人 和依然生活在草原一带的蒙古族贵族 他们定居在城市之中 享受着普通百姓难以企及的生活品位和雅致风商 而吉宁瓷古城地处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汇之地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配以身份特殊的汪谷部的助手 这里汇集着来自南方的丝绸茶叶 来自广袤草原的毛皮 贸易让这里变得繁荣富裕 统治阶层也有能力消费和使用越来越贵重的瓷器 这些美好的生活景象 一直持续到战火来临的那一天 面临着逼近的战乱 匆忙出逃的人们 依然不忘将这些瓷器掩埋在陶瓮之中 期待战后回归时将它们从地底挖出 重新开始富足美好的生活 然而 这个梦想却没有实现 元朝灭亡前后 草原上动荡不明 曾经繁华一时的吉宁路最终变为一片被人们遗忘的废墟 吉宁路消亡一百多年后 一位汪谷布女性出生了 这位叫做满都海思琴的汪谷女性 一生嫁给了两位大汗 她的两次婚礼都是在沾帐中举行的 那时的草原上已经没有可以定居的城市了 出家大汗的那一刻 满都海思琴精美的头饰和美丽的庄容 象征着汪谷布的显赫与富足 然而 大帐之外的草原上 曾经繁华的吉宁路 却更像是一个遥远而又动人心弦的音符 飘散在吹拂而过的微风之中 满都海思琴和她的丈夫 开始在草原上不断挣扎 他们希望能够重新将分散的草原部落统一起来 公元1506年 梦想终于达成 当年的满都海思琴不会想到 他的成功也最终改写了一段历史 1567年 满都海思琴的孙子阿勒塔汗 在大同城下与明朝中央政府 达成了对和平的共识 彼此开放户室 史称龙庆一和 吉宁路向南一百多千年 原本动荡不已的区域 曾经的军事要地 变成了商贸户室 建政和睦繁荣荣的所在 新的城市在大草原上重新开始建造 它的名字叫做呼和浩特 在今天的吉宁路 新的磁器重新被烧制 所用原料依旧是当地出产的高陵土和矿石 而汽物的气形也同样是当年的青花高祖碑 历经了数百年的风云岁月 这片富饶的土地 见证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努力 今天曾经的梦想正在变成激动人心的现实 而那些生动的历史 依然在吸引着人们的好奇与探寻